今天禮拜五了台北股市在今天行情 有沒有機會止跌回穩了呢 好 投資人等了一整個禮拜 接下來看到目前日韓股市的開盤表現 氣勢相當不錯 在日本股市部分現在是開高的 現在維繫在高檔附近 目前漲幅來到1.8%了 上漲498點 27936點 在日股部分現在還在往上拉 好 另外在韓國股市部分呢 今天也開小高 目前漲幅0.6% 3142點 今天看起來日韓股市的氣勢都不錯 因為美股也回穩了 今天金城的收盤的美股 4%指數都往上回彈 今天的台北股市禮拜五 我們可以期待一個紅盤作收嗎 節目上先請到專家 今天是分析森子榮 老師早安 主持人好 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小時候看到目前日韓的開盤氣勢 再加上美股的帶動 今天的台北股市 我們行情先給大家定調一下 禮拜五了可不可以期待 今天有一個反彈的行情 我想從今天開始 一直到五二零以前 都會出現反彈的行情 等於下個禮拜 對 所以投資人倒是不需要 過度的一個擔心 因為這兩天來說 融資已經大減了 有三百多億 三百三十億 那這完全都是在殺融資 因為現在我們觀察到 就是不管好股票或是不好的個股 叫做無差別下跌法 那無差別下跌的話 就是你業績好你也在跌 業績不好比較投機的股票也在跌 所以這完全就是在殺融資 就是要把一些福額全部再清洗過一遍 那尤其有一些近期來 之前兩年全部都是順風順水 坐得下下叫的 可能這幾天來說 就已經被洗出場了 所以像這種福額來說 每天在裡面衝來衝去的 那這種比較福額式的 一種操作方法來看的話 那最近可能會比較辛苦 那反而是用現股 然後買進好股票坐著不動 那我想現在近代下個禮拜的話 應該就有不錯的一個好的結果 那當然我們加全指數來說 其實昨天是下跌了232點 收在15670點 那有機會在這一波的反彈格局之下 再次占上17000點 所以520前嗎 所以我是覺得說 非常有機會是呈現急漲 因為在急跌過後來說 籌碼快速的減肥之後 那有一些個股來說 其實像之前比較弱勢的 比如說像IC設計股的 3661的士興K1 我們看他就是一個領頭羊 之前跌最慘的 那現在的漲是 彈最多 彈最多 所以我們看到昨天的時候 拉到漲停板 所以這就是表示說 之前跌最深的 現在急彈上來 那現在來看的話 這個電子股的籌碼 已經慢慢沉澱了 所以這一波將會是由 電子股領頭上攻 所以大家的机会来了 比如说你不小心面板买在高点的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了 所以这一波一定会有一个解套波 所以投资人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去 这个留意这个解套波之下 你的持股上面的一个转换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原物料族群 因为原物料族群最近也是跌得非常的凶 而且钢铁股竟然中钢打到跌停板 那相关的一些个股来说 原物料族群来看的话 也是被打到了跌停板 昨天甚至还锁在跌停板的位置 可是大家不需要过度的担心 除非说你是用融资买进的 要不然的话 这一波的原物料行情将会走 可能至少五年的大多头行情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关于通膨这件事情 所以通膨现在已经在启动之中了 那虽然中国大陆打压这些原物料的行情 可是你越是打压 它后续还是会持续的往上涨 所以就如同过去疫情打压之下的IC设计股 还是在往上涨 那当然这个防疫股来说 最近是不是一日行情而已 两天涨停板了 我觉得防疫股还是会继续涨 所以现在可能会有三头马车在带领反弹 以前是电子传产 现在还加了一个防疫股 所以电子股来说会上去 就是反弹 各位我在这里定义 电子股叫跌升反弹 那这个原物料族群叫做涨高之后拉回修正 它是一个多头趋势 所以拉回修正 急跌的过程里面 四斤你还可以进场 那防疫股完全就是看疫情了 如果疫情还是没有办法休息的话 它还是持续的会上涨 是的 好所以现在分这三大族群对不对 对 好不过主要的关键在于 它的行情能够回稳是因为美股 美股其实也表现回稳了 美股其实这礼拜是很震荡 但今天经济收盘表现还不错 所以老师先带我们看一下美股的结构 好的 那我们先来看呢 这个道琼工业指数 它的这个今天的一个大涨 我们从它的K线图上面来看 那当然呢 现在所有全球股市 都是在高档位置来做震荡 那当然现在呢 大家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就是 涨势已经捷径了 非常有机会 那可是它并不会马上的下来 因为现在的联准会 还没有说要紧缩货币政策 所以呢对于资产负债表的紧缩呢 现在还有一段时日 而且联准会也说2023年以前 它是不会升息的 所以呢关于呢 这个资金依然是充沛的 可是资金充沛 它也涨不上去呀 所以最好的一个状况来说呢 它就是横盘整理 所以如果说是横盘整理的话 大家呢就是在这里换股操作了 所以大家在这里哦 可能就是手脚要快 而且呢 最近的盘真的不是好操作 那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是套牢 其实我觉得套牢是正常的 谁买股票不会套牢过呢 对不对 只要不要被洗出场的话呢 其实套牢都有解套的可能 甚至反败为胜 甚至还会有获利的大机会的 所以投资人在这里不需要说 太过于悲观 那我们再看呢 美国科技股 那在美国科技股这一块来说呢 各位这个地方呢 似乎也是有震荡做头 所以科技股来说当然是比较弱的 尤其是通膨现在已经是 如火如荼的展开的情况之下 所以科技股呢变成弃因 可是呢其中呢有一些业绩不错的 比如说呢苹果 我们说美国的苹果 它的股价来说呢 当然就是被低估 显然是受委屈的 所以如果相关的 台湾的一些瓶盖股来说 之前真的就是压力会比较大 好像呢也无声无息 好像苹果发表新品 也好像 闻不到他 股价也没什么涨到 所以呢投资人 这个时候你手中有一些瓶盖股的 比如说呢有软板啊 3037的新星啊 3189的景硕啊 这些呢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 都没有动的 这个时候呢 刚好有机会趁着电子股 在反弹的格局之下 会有一波的一个走势 好那我们再来看呢 S&P500指数 那S&P500指数来说呢 目前呢他就是 这个也是相对 科技股比较强势的 好那现在来说呢 也是在高档位置来做震荡 那再来看呢 废半指数 其实他是最弱势的 那我们的科技股来说呢 当然就是跟随 这个废半指数在走 那台积电的股价来说呢 因为废半指数 现在呢是比较低迷一点 所以股价来说呢 是跌破600块钱 来到590甚至回测570块钱 那在570块钱到550块钱 这个地方稍微有 稍微止跌了一点 重点就是国家队进场了 我记得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有跟大家讲说 你手中有台积电的 半导体族群的 真的就是在新风血雨之下 倒是不需要过度的担忧 因为呢 这个台积电的股价来说呢 他长期其实是一家 就是他是在半导体里面的 具有数一数二的一个地位 所以呢 这种好公司的话 就算是遇到了短期的 这种比较压力的事情 或者是利空的话 反而这个时候 可以去寻找他低阶的机会 而且你是一个 比较长期持有的 所以我是认为说 现在的操作你要分成为 你要做短线的 还是说做中长线的 短线呢 进进出出哪里有钱 那你就往哪个地方走 那如果说是中长线的话呢 好股票抱着不动 其实过了一段时间的话 那你还是一样 会有不错的利润的 好 以上 好 所以这是在美股的部分来说 不过我们现在关注一下 今天目前来说 期货已经开盘了 因为今天先带大家看 期货指数 因为今天期货指数 确实是反弹的 目前台指期的部分 现今代是上涨的格局 涨幅超过了一个百分点以上 来到百分之一点七 上涨两百七十点 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二点 今天这个台股指数 其实我们先K线图来看一下 老师今天的反弹这个力道 好不好 那在目前你看整个台北股市 这连三天的下挫 这根反弹怎么来解读 好的 那我们来看呢 这个加权指数的日K线图 那我记得呢 我也曾经在节目上面跟大家提到 也就是说在高档位置 17709的位置的时候呢 已经看到这个往上的动能 已经是受阻了 因为当你电子股不涨的情况之下 你说指数要涨到哪里 真的是非常难 尤其你只靠传产股跟金融股 那你缺了一角 其实呢 他要再往上攻一万八 或者是两万点 其实都非常的一个困难 所以呢 当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一万七千七零九的位置呢 请大家适度的做减码 而且呢 我说一定要清洗福尔 一定要急错 这样子你才会把一些呢 这个不必要的福尔洗干净之后 先蹲后跳 这也就是呢 沿路我曾经在我的文章上面 所提到的 就是520的行情 叫做先下后上的行情 所以你在这里呢 往下修正 这个地方的低点来说呢 各位在昨天已经不破前低了 所以这个地方官股券商 已经进来互盘了 国家队进来的 其实我们也蛮 这个烦恼的 因为因为我们怎么讲 每次在预测的时候呢 都把国家队先放到一边去 然后去预测呢 整个比较 这种自然规律的行情 可是呢 常常呢 就会出现国家队呢 这个进来扰乱一下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原本我是预估说 应该还要再继续往下 那在这里 既然有有这个国家队 互盘的话 表示在这里 会稍微直吻一下 好那在这里来说呢 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核实外资会回心转移 昨天传出来的好消息哦 就是外资呢 在期货市场的空单 大幅度的回补 那原本是3.9万的空单 后来呢 现在慢慢降到3.4万口 那现在呢 逐步的下降呢 只剩下呢 这个更低的一个位置 更低大概是不到3万口 3万多口的这个空单哦 所以在这里就是表示说 呃 外资这个时候呢 有一点点 做这个空单回补的动作 那对于指数来说是有利的 那对于个股来说 也是相关性是有利的 那我们看呢 这个如果说有 期货的电子盘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 期货的电子盘呢 在昨天是呈现大幅度的上涨 那所以这表示说 今天一定 必弹 会反弹 我们现在没有期货电子盘 不过的确 昨天期货是上涨的 对一定是弹 但是问题是收盘 呃 是否会收的 像盘中 如果说它的涨幅大的话 那我想可能会稍微 收敛一点点 但是呢 应该预计 今天会收红的几率非常大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呢 几个重要的 这个讯息哦 那我们现在来看 第一则的讯息 那在第一则的讯息里面呢 因为首先大家最担心 就是护国群山 因为昨天这一情 基本上影响的 包括南科 包括主科 大家最担心 对 目前看起来 各大的 比较领头的 这几个科技公司 现在看起来是有进无血 都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基本上 这个担心 我们在今天 是不是可以再找盘就排除 呃 其实我是认为说呢 就它要弹 那利空的话 它还是会弹上去 就如同过去 美中贸易大战的时候呢 这个电子股 也是受到相当大的压力 但是它要涨 它还是一样会涨上去 所以我们看 第一张的这个图表 513大停电 对于科技业的冲击来说 我认为冲击是非常小的 这一点来说呢 其实我跟 呃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的 这个看法是一致的 冲击很小 不是说它的产能 不受到影响 而是说对于股价的冲击是比较小的 所以投资人看到呃这个关于停电 觉得好像是大势一桩 那我是觉得说对于股票市场来说 现在完全走的是一个筹码面 好 那这里呢我认为说呃这个我们政府说呢 电源没有问题好不是缺电的问题 但是我想呢这个长远来说呢 还是一个缺电的问题 缺电缺水还有防疫疫情的一个影响 都是在在呢 对于外在环境上面的一个压力 但是对于台北股市来说的话 那不管怎么样 它是先谈再说 因为现在是筹码 打的是一个筹码战 好那我们再来看呢 第二则 第二个图 第二个图来说呢 可能会受到的一些影响来说呢 投资人我选了几档 大家比较关心的 我们先看2330的台积电 护国神山 台积电确定没有影响到昨天 对所以你看呢 各位这个地方来说 它也是拉出长的下影线 这个就是特地人士 有心人士在这里进场 做护盘的动作 那当然呢 如果说你不小心 是买在600块钱以上的 那我是建议啊 如果说你手中有充裕的资金的话 不妨在这里可以四基 做加码的动作 摊平一下是吗 可以可以在 前天没有摊到很多人 很可惜 前天一路杀到快500块 因为你在这里还可以领股息 第二季的时候 你前面一张的话 你可能就是领这个 因为它现在的股息分配 就是季季配 没季两块 对所以第二季的话 你还是你就变有两张嘛 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在这里不仅有机会可以赚价差 而且还可以赚这个股息 我想应该是不错的一种资产配置 那老师你是觉得它会往上反弹 我想它会反弹 确实它会有一个反弹 那力道如何 我想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先可能会先谈到这个缺口 那这个缺口的话 大概就是600块钱左右 所以我想台积电的话 有机会上谈到600块钱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 大家非常关心的 一直一直狂问的 叫做这个面板 三四八一的群创 因为面板已经跌停板了好几根 对因为之前连续的两根跌停板 真的是也是吓坏很多的投资人 那这个面板来说 其实在之前面板有调涨价格 那在这里我特别要跟大家说明的一件事情 是不要看着利多利空消息 去进出股票 有时候你必须要看筹码上面 因为有时候利多消息来了 不见得股价会涨 就是说利多不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有卖压或者是他的买盘力道不够 当然就涨不上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不是看说利多利空消息 去进出个股的时候 尤其是面板 因为面板他之前已经惨了那么多年了 今年好不容易获利大暴增 可是重点是他今年大暴增的获利 明年还会有这么好吗 后年还会有这么好吗 还是只是说因为疫情的影响之下 那使得他今年特别的好 去年也很好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留意 他的获利不是连续性的 那我们说台积电他的获利 叫做比较连续性 它是稳定性 它订单已经接到明年是没问题 对所以它是稳定性的 所以面板最好是停损吗 我是建议反弹的时候 在减码反弹 这个股票来说 虽然讲这样 可能投资人会有点难过 但是我们还是就是提出我们的建议 请你做个参考 好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2317的鸿海 这也是很多人想知道的 鸿海这一路也是破 鸿海其实这一波来说 可以涨到134块钱来说 确实也是蛮令人感到意外的 那因为NIH大联盟电动车 对不对 那因为这个变成说大家大拜拜 可是问题是这个车子做不出来 我也不能这样子说 就是目前还在进行中之中 但是你要跟这个特斯拉 或者是苹果的电动自驾车 或者是中国大陆的一些电动车来说比亚迪 那我想他后面 努力的空间还很大 当然股价来说就比较弱势一点 所以我是建议与其去爆鸿海 不如去爆其他的小经济 可能会比较好 有哪些的话 当然我们也会在节目上面 再来跟大家做个说明 好那我们再来看呢 第二章就是台股震荡量缩的情况之下 止跌了吗 刚才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讲说 确实是止跌了 空单下降 所以今天呢 大概可以大家笑嘻嘻 看待这个收红 但是呢 在笑嘻嘻收红的当下 请大家的持股就是要做一个调整 好不容易来个及时雨啊 这个时候呢 当然就是一定要做持股调整 你不能做事不管 好那另外领股交易呢 好那我们再来看呢 领股交易这一块哦 就是台积电呢 列美半导体联盟 好这个图示这一张 那这这个来说呢 其实我们在之前 就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在拜登的组成 这个半导体联盟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 亚洲呢有韩国 那台湾的话呢 就是有台积电 那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叫做联发科 IC的自己龙头也被列进去了 对所以呢 这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提到的 有一些好股票遇到倒霉事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坚持了 就是看你自己的信心度有多强 如果说你只是随风摇摆 就是利空的时候赶紧出 利多的时候赶紧买 追高杀低 那当然就很难赚到钱了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波 这一波来说大涨从8523到17000多 大概是有涨了一倍左右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还没有财务自由 可是连跌两天呢 大家都已经被有些就洗出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操作上面的策略 所以联发科我们也是蛮看好的 好所以是IC设计跟半导体 最后来看到世界国具的部分 因为国具今天有消息 国具这一波也是跌到快回到400块钱的价位了 基本上那现阶段 他说他要实施库藏股 好这个库藏股的价位拉出来了409 基本上在昨天的收盘价了 655块钱的区阶 这一波如果大家想要强短 想要做短线投资 国具怎么样老师 我想2327的国具来说呢 实施库藏股 那昨天的收盘价呢 是在409.5块钱 就是这么刚刚好 就是他定调这是我最低了 最低最低的一个价格 那我们从K线上面来看的话 各位请看一下它的K线图 那我这也摆明叫做跌深 跌深反弹 所以我今天的主要的 整体的盘面上面的重点 叫做电子股全面性的跌深反弹 原物料族群跌深之后 有可能还会再下来一点 再清洗服务 但是呢它是长多 那生计股来说防疫概念股来说 就是看这个现在疫情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生计股还有一段路 所以这里还是 可以比较做一个中期的持有 好那最后关盘重点 要带我们来掌握 好的关盘重点来说的话呢 那我们看这个进空单下降到2.1万口 那这个关股现在继续的买超 那今天盘面上面先观察这三档股票 就是台积电联发科跟鸿海 那在这里呢 就是趁着反弹的时候 做好持股上面的调整 以上 这是在今天的行情布放 我提供给大家 也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